大家好,我是方姐 欢迎来到方姐的中德婚姻生活 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我录这个视频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人都喜欢拍照片 手机也好,相机也罢 就是呢,有的时候呢 一开始我们是最喜欢拍的照片 我比较自恋 很多自拍照 有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存在手机里头 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手机 在什么时候会坏了 要么就是手机被偷了 要么就是我的手机储存满了 因为是苹果手机嘛 它没有内存的 之前我一直存在那个谷歌的云端上面去 阿里云云端都已经满了 我老公呢,他喜欢把所有的照片放在那个 就是membrane card里头 就是存储卡里头 很大很大很大的 它有好多个 但是这个的也不是唯一一个方便 而且安全的方式 因为有的时候它进水啦 它短路啦 因为毕竟是电子产品嘛 你不能保证它一辈子都会好的 但目前为止的话 它到现在还是挺好的 我老公呢,他喜欢就是说 所有的每一张照片 它有准确的日期 不像有的时候得上传到云端上面去的话 比方来说像之前的照片我拍了 我今天上传的 它就保存以今天的日期为准 我呢是比较懒 我是没有去改它 但是我老公必须要改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他们做事情特别谨慎 细心这一点 我呢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把两个云端都已经满了 满了之后呢 但是我还有很多照片 日子在过 照片还得要拍 我就在想怎么办呢 后来呢 我就是看到YouTube上面 原来这个东西是免费的呀 你可以把视频分享给大家 也可以是当做自己的一个 成组视频的一个好方法 是不是 照片再好看 但是没有视频那么生动 那么记忆忧心 是不是 我是个人是这样子的 认为的 后来我就尝试着把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记录在YouTube上面 我也有好多思想的那个照片 就是自己 只能自己看 别人看不了的 我呢最初的就是 让它可以一个免费的存储 还有一个就是我随时随地 我都想看就看 只要有WiFi的情况下 我可以看到我的视频 我留着 等我老的那一天的时候呢 我把日子回过去 慢慢慢慢慢慢看 看着以前 年轻的时候呀 做的事情呀 也是一种 一种美好的回忆 等我和我老公 我们俩都老的时候 老的牙都掉光了 眼睛都模糊的时候 可能我们看视频 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听见 年轻时候 我这个大嗓门的声音 还有我老公叫我的小名 我叫他戴国鬼子 这些 其实都是一个 很暖暖的一个爱称 对吧 等老的时候 很多的回忆 当你的回忆 不会那么清晰的时候 那照片 还有你的视频 可以清晰地提醒你 当每个人的记忆 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 你不可能记得 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但是 这个视频 可以帮你保存一辈子 或许等我有一天 我可以跟我的子子孙孙他们讲 你看看你们的奶奶和你们的爷爷 那个时候多么的害羞 不喜欢上镜 你们的奶奶的我 那时候大家一直都叫我去整牙 可能 当我有孙子和孙女的时候 我的牙可能也没有去整 这也不知道 可能明天也能去做 但是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去做 我也不知道 我在想 等着哪一天 我想去弄的时候 我再去弄 因为这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除了影响一些美观 其他还挺实用的 又不疼又不痒的 对吧 所以呢 这就是我录视频的初衷啊 真的 像有的时候 你不记得了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会可以翻翻你的视频 去看一看 还有呢 就是我家里头的 像我们家搬的新房子的时候 家里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俩亲手去弄的 家里的花园啊 草啊 柵楠啊 都是我们俩一起去弄的 你可以看到小草 从播种的那一天 然后撒种子 慢慢的发芽 这个成长的过程 你会觉得这个小草 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在你的精心呵护之下 慢慢的成长 茁壮的成长 慢慢慢慢变绿了 从一丢丢 熙熙攘攘的小草 变成一个大草坪 虽然我们家的草坪不是很大 但是我会引以为骄傲 因为毕竟是自己亲手种下来的 没有依靠别人 都是第一次去弄 第一次做的时候都已经那么成功了 你会觉得很骄傲 很自豪 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分享给我的子子孙孙 对吧 或者是我的朋友 看我的视频的你们都会知道 从一步一步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是一个成长 还有一点还要记录 就是我这个人从年轻到老的变化 还有性格的转变 脾气的转变 还有对于这个国家 到德国来的文化 思想的转变 都会看得出来 还有一个人的耐心 各方面数字的提高 对吧 中西文化的结合 我们是怎么样 就是在一起 相同的 共同的生活在一起 没有产生的矛盾 对吧 也是可以值得分享给大家的 对于那些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成家的人来讲的话 也是可能是一个好的例子 可以去看一看 怎么样经营好婚姻 或者是你们的家里头正在 跟我们家一样 也是从您到有的 对吧 你会觉得 原来所有的东西 在亲手做的情况下 一切都是亲力亲为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这个家特别的温馨 回首想一想 你觉得 哇 在我的双手的劳动之下 改造的这么美 真的是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情 真的 就是前天 我们家里头来客人 很多的同事到我家来 他们都会说 你家的花园好漂亮 挺干净的 草啊 挺绿的 他们以为 就是我们家房子买过来的时候 就造房子的人给你做好 其实不是的 如果给他们看以前的照片 和现在的照片来比较的话 哇 他们会觉得 竖起大拇指 很敬佩我们 从一开始 我们像住在一个森林里头一样的 因为旁边都是杂草 而且地底下它比较矮 我们家房子建的比较高 要跟那隔壁平起来嘛 所以呢 很 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去弄 亲力亲为 真的是不一样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我老公 他会说 你来德国之后 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去做 因为德国租房子 他都要自己家装灯啊 就是桌子 沙发 就是卧室和餐厅的东西啊 几乎都要自己去弄 还有就卫生间和厨房 几乎是房东的 其他的都要自己去挑选 而且一般大家都会选 一家的 因为你租房子嘛 你到时候搬带搬去的 所以呢 就是他一开始以为 我会嫌烦 因为在中国 我们租房子 大家都知道 都是拎包入住的那种 他就认为我会不喜欢 其实我就跟他讲了 拎包入住的那叫酒店 靠自己双手 慢慢建立起来的那才叫家 他说你完全改变了我对你的最初的认识 所以啊 像现在我们会看到我们家的花啊 以前刚开始第一次就是我们租的房子的时候啊 就是买的花 然后看到那个照片啊 觉得很小很小很小 现在再一看 哇好大好大 就觉得哇 时间好像停留在昨天一样 但是你一看 照片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 这中间的过程是挺漫长的 如果没有照片和视频的话 你真的是 那个点点滴滴 那个细节 你是用大脑 你是找不到的 所以这也是我录视频的初衷 还有呢 我录视频的初衷 就是给大家 看看我自己的婚姻心得吧 毕竟我有一个失败的婚姻 对吧 对于婚姻的渴望 那幸福的家 那肯定是我比头没有借过婚的人 更渴望 对吧 所以呢 就是二婚 而且又是嫁到这么远的德国 中西文化的差异 我是怎么磨合的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其实这样有用心去经营 人心 你的好与坏 靠时间可以沉淀一切的 所以相信你自己 用心经营 一切都会变得很好 这大概就是我录视频的初衷 还有我也分享了 跟婆媳的关系 有的人会说啊 你跟中国的 都是中国人啊 跟中国的婆媳关系 你还相处不好 你跟国外的 你怎么相处 其实天底下的婆婆 儿媳妇 或者是丈母娘啊 什么都一样 那前提 你这个儿媳妇好 你也得碰到一个好的婆婆 那才叫好 如果呢 你再好的儿媳妇 你的婆婆不好 那你们也相处的不好 你一个好的婆婆 遇到一个不好的儿媳妇 那你也相处不好 这让老公夹在中间更难受 所以呢 就是娘好 病意好 对吧 就是你的儿媳妇呢 你把自己的婆婆呢 也不要百分之百当亲妈 你也是当不了的 所以呢 你就以 就是你把它就想想 想想看 啊 跟我妈那么差不多 对吧 你就把它当亲人一样的 你按你的老公 就同样用他 爱他那种方式 去爱他的家人 就可以了 也不要做得过好 也不要做得过差 该做的就做 不该做的就不做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就不说 对吧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这张嘴 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但是前提最主要 就是你一定要勤快 你不管到哪里去 人都喜欢勤快的人 这是真的 所以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跟我的婆婆 虽然我 我婆婆比我大很多 你先想看 对吧 我老公比我大很多 更何况是我婆婆了 你先想看 文化差异那么多 为什么我跟我这个婆婆 相处得很好 我不单单跟我现在 这个婆婆相处好 我以前跟我前夫的妈妈 我们也相处得很好 所以就是 我 可能也看个人吧 我是老少皆宜的人 我可以跟 上次99 下次1岁的小孩 可以一起玩 那就是跟聊天嘛 聊人家喜欢的 这就叫聊天的技术 要聊别人喜欢的 真的 如果 合理聊天的那个人呢 合理一样的想法 也是让对方开心的 那你们就不会生气了 聊天就聊得开心了 这就是我做视频 想分享给大家的 做人其实很难 这个 我也不是做得很完美 我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呢 我有一颗向上的心 我会去慢慢改变 提高 这就是我 我也希望就是 收看我的视频的人呢 大家呢 过的日子都好 幸福和美满 那这个幸福和美满 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 不是说你 你坐在那里 躺在床上的时候 幸福就向你招手 幸福就飞到你身边 也不是的 要靠你去经营 对吧 当你有机会来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 所以呢 就不要以为 你机会永远在你身边 你随时 闭着眼睛 一抓一大把 那不是的 任何的事情 和任何的人 都要你自己去 努力争取得来的 而且呢 人呢 还有一点 挺贱的 轻而易举得来的呢 不香 没发现吗 像现在 为什么很多人 就是物质 达到不掉 那种想要的那种欲望 就是因为 东西来得太轻而易举了呀 你就不会很满足啊 像以前那么穷的时候 为什么给你买块糖 给你买一件很小的礼物 你会很开心 因为很难得 求之不得的那种 就太难得了 所以才显得珍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如果你们喜欢我 就订阅我吧 时不时 我就跟大家唠叨唠叨 这就是方姐 方姐在这里等你们 咱们明天见 拜拜